因為以前我們說從癌症 絕症、死了、沒期了 幾年前病人有一個癌症在乳房 我中醫跟他說這個是毒瘡 我要讓他拿一些針刺到流水出來 那個乳房的癌症本來是2CM大於5個小時 大家好 我們來到蘭妮 我們來到寶康醫院 Beacon Hospital 今天很榮幸地可以訪問 一個臨床腫瘤顧問醫生 Dr. Lam Wan Wei 今天很榮幸可以訪問到他 來 我們事不宜遲 Doctor已經在房間等我們了 我們進去 敲門進去吧 Hello Dr. Lam Han好 Happy New Year 請坐 OK 好 今天很謝謝我們的寶康醫院 給我們一個機會 可以榮幸認識Dr. Lam Dr. Lam是非常有權威在這個 臨床腫瘤學對嗎 對 說廣東話 所以要簽簽了 Dr. Lam是廣東簽 所以我們現在簽簽了 OK Dr. Lam 很開心 你可以給我們機會 給我們一個捧問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甚麼來的 OK Mr. Lam 謝謝 新年快樂 我是林醫生 就是北京的腫瘤科醫生 我們叫腫瘤科醫生 就叫做癌症醫生 病人一聽到癌症醫生 就自知症了 自知症了 Mr. Lam 第一問題問我 就是什麼是腫瘤科 腫瘤科 英文叫做癌症 就是叫做癌症治療方案 聽到癌症就很害怕 不過現在是2023年 現在治療很容易 也不是太辛苦 因為以前我們說 中癌症 血症 死了 末期 如果中癌症 應該要知道是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你說20年前 應該很多病人 有癌症 都是第四期 那些公公婆婆 聽到有癌症 那時候真的是末期 因為遲發現 現在很多病人 來癌症治療 都是第一期 第二期 他有很長的命 那不是一定會死的 是否說第一期 他們可以治療 是補回100% 提供第一期 補回的率 是很高 95至100% 所以最重要 就是要 病毒 最重要 就是早發現 不要遲發現 就麻煩了 那我想問 第一期是怎樣 第二期 第三期 第一期 就是簡單 腫瘤未抗散 第四期 就是腫瘤抗散 中一期 第二到第三期 可能有抗散 磷巴線 那些就是第三期 不過最重要 不是第幾期 我知道你的治療 是有的 不要放棄 那我們要有好的資訊 現在2023 癌症病人 是有資訊 可以有得醫 因為癌症病人 我知道是 發現了 癌症病人 然後做了手術 之後才要見你 是嗎 對 他們是會做什麼 的治療 來醫治他們 後來做了手術 病人來見我們 治療方案 是特新訂做的 好像上星期 一個85歲 那個病人來見我們 他說 醫生我想做些治療 愛吃藥丸 我打傷 我就不愛 我們就跟他說 不如吃藥丸 我們看實 我肯 現在治療方案 有很多種 你的治療 不是只有 化療藥 化療藥 有些是 化療藥 這是新的治療 所以現在2023 真的有很多 新的治療方案 所以病人第四期 都有得治療 不是說沒有得治療 都可以說是康復 但一定要看醫生 不要說你自己在家裡躲起來 我要看YouTube 謝謝 謝謝 不如你可以簡單解釋 甚麼是化療 甚麼是電療 病人大多數來見我們 現在都要做些化療藥水 聽到化療藥水 真的很恐怖 又怕摔頭髮 又嘔吐 不要太擔心 第一 病人愛做化療藥水 大多數病人癌癌 他搶癌 那些就普遍會做化療藥水 現在的藥水和牛排都不是太辛苦 是怎樣做的 打進去或者釣水 現在的化療藥水分了很多種 有些藥水叫做釣藥水兩三個小時 有些是釣藥水大概十分鐘打完 有些是吃藥丸 所以每一個化療藥水和一個病情都不同 不是說一個化療藥水用完全部病人癌 沒有的 對 有很多種不同的化療藥水 電癌就很快 例如你那些iPhone14 iPhone15 就是超快的 病人分子做預防的電癌 5分鐘就做完 這樣用嗎 對 所以現在電癌的費用比較高 不過 北京有一個CSR的組合 如果病人要外需求到 不夠保障藥水 低收入的病人 可以來看看我們的組合 我們會盡量配合幫你 出發點就是知道你有癌癌 是有得醫的 我也覺得北京醫癌這個做得很好 好像那些低收入的 你可以詢問 問這個北京醫癌 可以沒有幫助你們 最重要的是 你願意去找醫生 找醫癌 確實說 問一下 現在大多數中癌癌 多少歲 多少歲 不是女人病多 我們現在最多在北京大多數都是 乳房瘤 即是叫做胸癌癌 我們最年輕 二十歲都有 乳房癌癌 最老到七十幾歲 八十歲都有 會有的 所以你是一個女士 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自己檢查 做檢查 定時檢查 最重要的 多少歲開始做 檢查 從四十歲開始做 之前也有預防 自己會 腸癌癌癌癌 還有可以做一些超級腸癌癌 華人很明白 他們又怕摸錯檔 又摸得不對 很多東西 摸得對 對 我建議病人 如果真的有很多資訊 有很多壓力 可以去我們的視訊 醫生教你 第二 可以去醫療 很多醫療 即是普通醫療 有女生醫生 他們會幫你教你如何檢查 那你就不用亂 上YouTube看一看 有時候 我剛剛學過 對 不是煮飯 我有那些客戶 空發現了東西 他不是去找尿病毒 他去找解尿 因為我們真的 很多人不知道 要找甚麼科 如果有預防 有一顆東西 有時候很害怕找醫生 害怕發現 對 我覺得 去找某個醫生也可以 最重要是找一個醫生 不要找中醫來打抹 因為幾年前 有一個病人 有一顆東西 在預防 我中醫跟他說 這是毒瘡 我要讓他拿針 刺到流水出來 哇 自然多 三個月 幫他用草藥 說一下 那個預防 那顆東西 本來是兩個厘米 大到五個厘米 之後 腫瘤做檢測 發炎 抗散到肝和骨 不過我們都 幫他做自己 對 最重要是有病 就可以找醫生醫 找對醫生 如果真的做了十個治療 是否確定會好呢 我們做了治療 我們有些病人 預防 就會去吃藥丸 要明白就是 做了馬療針六次 之後 我們會兩個月 特復診 頭一年 第二年三個月 特復診 第三到第四年 可能六個月 或者一次 在那個病人到五年後 說醫生 我沒有再做檢測沒事 那我跟別人說 你是九十百分比 很多 你二十年沒事 那我九十八才沒事 到你九十九歲 走了 沒有癌症 回來了 那我便說你是治療 那我出發 為何一定要明白 因為癌症 長短的時間 會回來 幾年 我們知道何時回來 我們是早發現回來 就可以做治療 是否再回來 會更加嚴重呢 在回來 可能會轉型 如果不是最嚴重 我們要足夠去做 長期知道自己是一個癌症死亡人 長期要有勇氣 複產 吃東西要適合 做運動 吃甚麼呢 我跟病人說 甚麼都可以吃 最重要是沒有CV 沒有喝酒 還有沒有超肥 這個最重要 超肥 三大高壽 喝酒少許可以嗎 喝酒少許可以 我當是聽不到 這個很難介 OK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用物理的 所以 但醫生很友善 很友善 如果大家想去資訊 這些 渣化病毒的事 你可以 在治療病毒 去醫生 三樓 三樓 廣東話 華語都沒問題 可以講了 沒有這樣好 因为现在人呐 找医生要学习国华语的 或者是广东华语的 所以谢谢 Dr. Lam 谢谢 Ms. Lim 三年快乐 生日健康 好了 我们今天的行程就在这里了 我们也是感谢 Vican Hospital 宝康医院给我们的机会 来小小的访问 Dr. Lam 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什么是Oncology 我觉得有病基一定要去面对 要去医它 因为早发现了 你才可以早治疗 早治疗的痊愈的几率 可以讲是100%的 不管你是什么病的好 严重的也好 但是如果持治疗的话 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跟时间跟金钱 来慢慢的去医治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忽略这个病症 因为现在的症患这个cancer的年龄 慢慢的推迁了 越来越年轻化了 这个病是很可怕的 但是只要找发现它就不可怕 它是有方法去医治的 就是这样子啦 今天带给大家 是希望一些教育性的 给大家一些资讯 不只是吃了完了啦 我们有时候也会比较正经一点的 所以希望大家 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可以让你们更加了解 cancel治疗是什么 是什么都可以吃 不是那些罐头的东西 不可以吃 是那些病人 和我们说 因为有些症患病人来到 便会有一些戒口的出发点 你知道外戒口 你便选择他 那些罐头啊 快餐啊 热的东西啊 那些没有准备过的东西 那你便吃着一点啦 那我就觉得 我很久没有吃一个 麦当劳 我可不可以吃 恨寶包 那我可以吃的 那他说 他说几年可乐 喝一杯可乐 可以吗 那我就可以 那半杯咯 那有时呢 你不可以 影响他的生活 因为 我觉得这个生命是一定要知道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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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